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九龍堂大宅涉嫌淺見地庫 唐英年太太郭如淺和結構工程師等多人被起訴第一次提堂 裁判官應郭如淺的代表律師要求將案件押後到6月 被告郭如淺在丈夫唐英年陪同下抵達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 郭如淺是以涉案大宅的業主代理人身份被屋語處檢控 另外有份簽署大宅圖則的結構工程師王柏林 建築師何仲義 和承接工程的顯利工程有限公司代表 全部被控違反建築物條例暫時無需答辯 在法庭裏面唐英年坐在太太的後面 郭如淺顯得略為緊張 屋月處指控郭如淺涉嫌在這兩段時間 在大宅建造整個或部份地庫連兩個天窗 而工程事先未獲或明知未獲得建築事務監督的書面批准和同意展開 其餘被告作為直接與工程有關的人士 涉嫌在2007年1月22日 明知而向屋月處提交圖則的重要事實中作出實實陳述 需要時間研究 控方沒有反對 主任裁判官就批准將案件押後到6月5日 主任裁判官又說要視乎案件的複雜性 下一次才決定是否進行審前覆核 由於案件是以傳票方式進行 未來都會在九龍城裁判法院進行審訊 無線電視機就在尖前面補答